那时候我们在行政法律时的这条路上人烟稀少 但现在看当走得多了 它就成了路 专业建设这条路 让它能够成为一个康庄大道 这条康庄大道就是法治之路 我是张鹏峰 上海律师 我这个专业跟我们同行不太一样 主要是做行政法的 进一步来说就是做政府法律业务 我通常就说政府法律过温 我刚开始毕业的时候 实际上是在地方政府做公务员的 做两年的公务员以后辞职 我们家里人们认为 或者我朋友还认为我犯了什么错 怎么解放人不要去做律师去了 所以从那时候就进入到了律师行业来做 现在回头来看 我觉得我的选择不会 我还是很钟爱律师这个事业这个行业 2005年开始 我就被敏昂区政府选拼为法律过温团的成员 我举个简单的例子来看 比方说我们的拆迁 我政府这边直接给你发一个拆迁许可证 发给这个拆迁人去这种单位 然后他往后一退 你两家去谈 谈下去更好 他们下去以后 他政府这时候就以仲裁者 裁决者的角色就出名了 这里面实际上他榜生他是一个运动员 对吧 那么他这样一种设计 变成他成了一个裁判员了 就那时候就出去 采迁引发了很多的这种光明的矛盾 后来确实觉得 这一刻这样下去是无形的 那就把原来的采迁条例就废止 修改成征收条例 这也是一个历史的看来 我们的法治不断的在进步 不断的在完善 我跟有些官员提供法律服务 可能有十几年 那我拿他现在的这个法治思维 和他用法律手段处置 处置社会矛盾的能力 跟他十几年先相比 那真的是不能同日而语的 我觉得最大的成就感 倒是我和是对这些 我和官员这边在一路同行的过程中 对他们法治思维的形成 这一块上倒是我们最大的一个成就 我们这次的占领 这个比例是 就是占领分比较高的 所以政府律师拿在什么地方呢 他有些那个封管领导 比方我举个封管副局长 封管副市长 封管副县长 他封管他这个领域封管时间长了以后 他要成半个专家的 你如果说你去给他做的时候 提出一个法律 一个方案 一个解决方案 觉得确实没到点 没点到点上的话 他说你还不如我呢 对吧 所以你要成为一个好的 优秀的法律 一 你首先要具备敬畏法律 你的思维是法治思维 其次你要得到获得它高度的信任 这十年 2012年的时候 十八大当时就提出来 全面依法治国 而且当时提了一个 我当时我很振奋的一句话 他叫说 依法治国是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 这个提法首次提出来的 我觉得这是我们中国法治的一个重大的转折点 第二个转折点应该是2014年 十八年四中全会 关于全会推进法治的这个决定 这个时候我觉得也是一个 以全会决议的方式来推动法治 我觉得是这十年中 我自己看法是第二个重大的转折点 第三个是 我觉得就是这次的二十大 提到了一个更高的一个高度 全面依法治国 它是一场深刻的社会革命 这十年中 静止的去看 看不出来 你拉长到一个十年的这样一个长度来看 就还是比较影响 当然我们也说法治罗马不可能是一天建成的 它这个法治在推进的过程中 它一定是取决的 它是我们法治中国 或者全面依法治国 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板块 这是一个不可逆的趋势 这是一个不可逆的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